民眾黨覺得他們都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民眾不會對他產生什麼罷免的這種辦法 但是確實啊 因為民眾黨的關係把整個罷免的困難度提高 那當初自己說絕對會投下這個反對票 結果也沒有兌現 那已經非常多人反彈了 那非常多人反彈 當然在這個很多的網友各方面都想要 對這個民眾黨的議員去做罷免的動作 當然我就是不反對 對一定就是支持 可以看到這個會起的民眾黨 從來都沒有提到任何跟民生相關的法案 也沒有在民生相關法案上去做這個積極的表態 那表態最嚴重的就是說 哦對我都跟國民黨合作 那請問一下當初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投給民眾黨 直接支持國民黨就好啦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人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民眾黨會不會背叛了民眾黨本來的支持者 或者是投給民眾黨這樣小政黨的理念 哦那你不如你就變成是這個規劃給國民黨 那這樣是不是就更直接一點 好不如是幫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你今天在臉書上面有特別提到說 就是針對昨天在立法院的這個表決的狀況 你是支持任何人出來罷免民眾黨的市議員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疏忽呢 我說我覺得是罷免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啦 那支持的意思就是說我當然不反對啦 原因就是說因為可能民眾黨覺得 哦他們都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民眾不會對他產生什麼罷免的這種辦法 但是確實啊因為民眾黨的關係 把整個罷免的困難度提高嘛 那當初自己說絕對會投下這個反對票 結果也沒有兌現 那已經非常多人反彈了嘛 那非常多人反彈 當然在這個很多的網友啊 各方面都想要對這個民眾黨的議員去做罷免的動作嘛 但我就是不反對啊 對一定就支持啊 因為你不能因為立法院的這個裡面 沒有自己的區域立委 所以就很囂張 甚至說法都是搖擺不定 那感覺就像你在騙民調騙支持度 我覺得這樣的話其實人民都看在眼裡 現在網路上還蠻多人在說 其實民眾黨就像盜版的國民黨一樣 就是有那種就是小藍黨的感覺 相應來講啊 非常多支持民眾黨的通常啊 都是希望可以在藍綠之外 有另外一個選擇 甚至希望支持小黨前進國會 可以去做好這個監督 然後協助人民的角色 但可以看到這個會期的民眾黨 從來都沒有提到任何跟民生相關的法案 也沒有在民生相關法案上去做這個積極的表態 那表態最嚴重的就是說 喔對我都跟國民黨合作 那請問一下當初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投給民眾黨 就直接支持國民黨就好啦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人在講的意思就是說 民眾黨會不會背叛了民眾黨本來的支持者 或者是投給民眾黨這樣小政黨的理念 那你不如你就變成是這個規劃給國民黨 那這樣是不是就更直接一點 在罷免西元的部分林真宇似乎是 比較常被點名的一個角色 是不是也因為他爸爸是林國成 那林國成在昨天在立法院的表現 也讓大家等於說 之前原本就有這個風聲 那現在又再染其他的怒 我覺得很重要的啦 就是說不只是林國成的問題 加上柯文哲這八年來 的這個在台北市 醞釀很多本來民眾的不滿 再加上現在只要下雨 那他海綿城市的經營完全就是失敗 大家都看在眼裡 那再加上還有這個五大貪污弊案 柯文哲都解釋不清喔 那一直累積到 可能林國成在花東三法的表態 還有呢這一次啊 大家會看到他在議場中站起來 去責備這個吳秉睿的這個樣子 那大家都會把他 就算在這個所謂民眾黨林真宇的身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累積 不一定是只是因為這個婦子的關係 婦女的關係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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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HAN